我這陣子撲飛撲飛撲飛 就是撲Rubber Band的飛 其實對於Rubber Band的認識 當然是透過電台聽到他的歌 接著就喜歡他們的風格 接著就邀歌 就是邀請他寫一首歌給我 所以他們寫了一首金鐘罩 就是我幾年前的一首作品 要愛得勇敢去挑戰不響 那我的Demo 即六號唱的Demo 現在還在我家 因為我覺得他唱得好Demo 接下來就 到最近也有合作 例如最近的我一首新歌 就是六號幫我拍的 因為我覺得六號的人比較感性 很多時候他們的歌都是六號拍的 我留意了他們的作品 留意了六號拍攝的手法 所以我就去最近的新歌 找他拍的 即是很多時候 我和Mark Lui合作的時間 他們都會經常在錄音 所以我經常都 最多機會碰到的 就是在Mark Lui Rums 很多時候都會說 不如我們一起寫歌 一起jam一下 我覺得 對 實有機會 而且很想 很幸 同時出發 同時得拼 就是 可能六號的聲音 就是 我比較 覺得 catchy 就是比較容易 就是一聽就會認得他的聲音 很有自己風格 還有他們的 聲音 就是整隊樂隊的音樂 音樂的音樂 都是一聽 大概估到他們的作品 我覺得是非常之成功 還有現在香港樂壇裡面 是少 是少的 是少有 就是 那麼 那麼全面的一隊樂隊 印象當中的 和他們上台合作 最緊構的一次 就是 和Rubber Band 一起做一個 拉闊的音樂 那個感覺挺開心 還有 即是當大家一起唱 或者聊過的歌的時間 是 即是很 很融合 很融合一體 還有我覺得 6號是 是 給我說說 是很感性的 其實他也是 因為 他 每次和我講講一下 或者在台上唱一下 的時間 都給我一種 的樣子 是 很激動 很感動 很想哭的樣子 那我想 即是說 今次的演唱會 就 就不要再哭了 因為 其實他笑的樣子 是很可愛的 就是戴著眼鏡 這樣 好過哭 哭 很感動 我覺得好像傷害了一個小朋友 所以 希望他笑多一點 這個演唱會